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奇怪 小朋友 怎么会有人寄这个给我 好多蔬菜 好漂亮的乳笋 好细 看起来好新鲜的蔬菜 一定很好吃 但是到底是谁寄给我的 我来看一下 散岛书院 我想起来了 小朋友 这是前阵子的时候 我听说在散岛书院的客服班 有一群小朋友 他们在学种蔬菜 而且完全不用农药 所以他们的菜叶 有时候会被虫给吃掉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都没有农药残留的问题了 吃起来非常安心 但是等一下 客服班的小朋友 为什么要学种蔬菜 赶快去找他们吧 大地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环境 要让孩子去亲近这块土地 我们在这个土地当中 我们做的是一个环境跟生命的教育 我们教导孩子不杀生 然后怎么样跟我们的万物去共生 我要让孩子知道说 其实他只要动手 我们的客服基金就会有 我觉得是让他知道 他这么小他就会 他不是这么小就要依赖别人 我们其实这么小 只要教导他 他可以去突破很多事 小孝季 在大树下背书 而且背诵的还是弟子归 这是山岛书院特别规划的读经课 山岛书院位在屏东县高树乡 为了协助武力照顾孩子的弱势家庭而成立 除了有一般的客服 来提升孩子们的课业成绩 更重视品德和技能教育 而正在帮他们上课的 就是书院的院长 那我们现在来问一下 什么事情叫做天衣无缝在你周遭发生的问题 知道的举手 没有坏处 没有坏处 没有缺点 每一天都会一折 甚至只有一句话 我们针对这句话 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们 这是什么意思 那整本地址归交完了 我们从头再来一次 然后让每个孩子去 根深蒂固去了解说 这个对他们将来 在整个生活规范上 有多么大的意义存在 那他这个 只要他知道了 他回到家里 他也知道怎么去教养 校养他的父母 尊敬他的师长 百文不如一见 就是说 我常常听到这个人 或我常常听到这件事 我常常听到这个地方 可是我都没有去过 也没看过 一直听到别人讲 然后不如自己去看 对对对 这样也是讲的 这位受到文经院长 鼓励的小朋友 是和阿嬷相依为命的刘柏阳 因为他的阿嬷不认识字 没有办法指导他的功课 所以柏阳来到这里 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学习 每到星期假日 书院的小朋友 会到田里学习农事 因为高树地区 有很多农田 如果学会了种植 蔬果的技术 至少可以自己自足呢 同时啊 贩卖蔬果 得到的收入 还可以成为客服基金的来源之一呢 下去 叫苗 一个玉米有两个猫猫虫耶 他要把你吃掉 还真不可思议 他把你吃掉 博洋 我可以问你一下吗 你们为什么要来拔玉米啊 因为可以送健康的给大家 也可以卖 也可以卖是不是 你喜欢来这边帮忙吗 喜欢 你平常不是就在帮阿嬷种蔬菜了吗 你有没有觉得来到这边感觉怎么样 差不多 差不多 有有妈妈的 妈妈从不一样的 博洋一岁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离婚了 他们啊 又各自有了新的家庭 阿嬷靠着种粑粑 把他和姐姐养大 博洋从小 就跟着阿嬷在芭乐园工作 对于农事很熟悉 甚至啊 还乐在其中呢 是芭乐园吗 是芭乐园吗 芭乐园 是芭乐园小姐 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好 所以我们让孩子去参与了一件事情 包括芭苗 种菜 卖菜 包装 装香 那我们就推出一个安心书 但是为什么一直要做 就是还是要让他知道 他是可以的 给孩子是一个信心 我们现在在寄安心书果的包裹 对啊 我们就把田里有一些东西采收起来 他就要寄给那个跟我们订安心书果的一些好朋友 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月寄两次 那大概都是一个礼拜的份 因为我们是希望说 他来认养我们 我们就是孩子 有一些菜就回馈给大家 这样子 让大家吃到健康 有一些就是 就是阿嬷 阿公他们自己家里种的 我们就一起搭一起来 就没有农药的 我们就这样子一起寄这样 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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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 这就是菜的 那个那个中间就对了啦 把它 把它 把它用起来 用起来的时候 我们要装箱的时候 就把它一把一把 点好 把它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那个 用里面用好一些 这里看起来就比较整齐啊 要粘几个 粘两个就可以了 粘两个 我都粘三个 我都粘这么多啦 粘两个 不会跑掉就好了 就可以了 阿嬷 你也来这里搭三天啊 是啊 我来这里 想说 在家里没有料理的时候 就走过来看 好 其实以前阿嬷是 让伯扬他们来这里客服 那长久下来 他看到我们 在照顾孩子的方面 他也觉得很放心 那后来伯扬的姐姐 在暑假的时候 也回来打工 阿嬷有空的时候 也会来帮我们的忙 就是说 帮我们厨房啊 或者说在农事上啊 对 就变成说 大家就不再是 不再是说 他只是把孩子放在我们这 而且我们像一家人这样 对 这些安心蔬菜 都是出院的小朋友 和家长种的 采收包装之后 寄送给啊 支持他们的民众 农事过程虽然辛苦 但是却能让孩子 体会到辛苦耕耘 才能欢喜收割的道理 嗯 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真的是太棒了 其实啊 让小朋友啊 体会到农夫的辛苦 珍惜食物哦 而且啊 种菜的所得 还可以拿来当做客服基金 学会自力更生 可以说是一举数得呢 而且山岛书院 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耶 他们不只是卖自己种的蔬菜哦 还帮当地的农民啊 卖他们种的蔬菜 像不要的阿嬷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哦 我们赶快去看看吧 阿嬷 你们来这边做什么啊 带博洋来拿早餐 每天早上七点 博洋和阿嬷 来到学校对面的早餐店 连起书院所提供的免费早餐 这让阿嬷啊 省下不少的时间和金钱呢 书院里的每个孩子 都能享受这项福利 只要在签名簿上 写上自己的名字 就可以把早餐带走咯 他们来这里拿早餐 我就不必买啊 一天也要四五十块 一个早餐也要四五十块 也是算一个负担的钱 在这里啊 就是说 我们都负担比较轻 那院长妈妈的负担 就比较重一点 那院长妈妈的负担 就比较重一点 魏阳你下课没有出去玩哦 嗯 那你不出去玩 那你在做什么 嗯 写的 这功课是昨天没写完的呢 我自己带到课吗 写得完吗 下课 写得完吗 现在功课上是大部分上都还跟得上同学 他一般来讲 我是跟他讲说 如果你不会的地方 你就来学校再问我 这样子 因为他的阿嬷也是跟我讲说 对他的课业来讲 他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协助他 那实际上还是大部分的的时候 尽管他人的的时候 他叫他算算算 算算啊 我会跟他有这个数据 不是说不会 我便用7删算 在Sea sense 给他算 那如果是故义库编的 我就看不见了 那他说了 那就是roloni 我看不见了 那就是酸鸤鸤鸤鸤 看不见 他超普通 那真心有意思 那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这样 我会向他说 你若是这不知道的 你明天再去的时候 要跟老师问 虽然阿嬷没有办法 指导博洋的功课 但是主生两人的感情 非常好呢 对博洋来说 阿嬷就是他的全部 而对阿嬷来说 博洋也是他的寄托和依靠 每到星期假日 博洋会跟着阿嬷到芭乐园 这不是阿嬷的要求 而是因为博洋 很喜欢跟着阿嬷 博洋的年纪虽然还小 但是已经能够协助阿嬷 替阿嬷分担农事 他外面的那个在乳间 哪一个 乳 酱雕可以在那边啊 包包 对啊 他博洋不用戴手套啊 他不用 他不用戴手套 好 你来这里看到有 把他你这个包 对 因为没有什么 把他拿到 像这个就可以包 就把他用中去 掉了 掉了 像这有两颗吧 对不对 这颗就不一样 要包这一颗 他一年级的时候 还小来的时候 就一直玩 一直玩 去年来的时候 他就会 看到我在包 他就会一直 拿着再玩 玩玩玩 他就会包上去 保养 你觉得包这个会不会很累啊 会 很累哦 是哪里会累 包久了会习惯 包久了会怎样 会痠痛 手会痠是不是 我的动作啊 保养都知道 我要从哪里做来 我在包巴拉 他的过程倒是 要先拿什么 要做什么 要包什么 他都知道 要怎么用 他都知道 保养你剪这个 需要注意什么 不要剪到手就好 不要剪到手 还好我的管有不见了 我找到了 你一直剪啊 像这个 像这个就可以剪了 这个老鸡就可以剪了 像这个就可以剪了 为什么那个需要被剪掉 因为比较老了 怎么看比较老 因为 因为别的树叶是 绿绿的 滑滑的 比较老的是比较干干的 还有黄黄的点点 阿嬷你会希望 柏阳将来继承你 芭蜡园的工作吗 小孩子 不要了 他把他太辛苦了 看看他自己的心气 是什么东西 最多可以到32块 像现在就是20多块 那个12就是书院那边 就是我在卖 差不多三四块 四五块以后 他这么便宜拿来 我帮你卖 那个时候就开始 就帮我 有芭蜡园的时候 他就会用电脑 这样子卖 还中菜 因为他不知道要多宽 这次的芭蜡园事件 也不是只有帮助到柏阳阿嬷 我们又去找了四个 也是跟柏阳阿嬷一样 他是一个弱务农的农民 他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里面也有红心芭蜡 也有白心的 也有珍珠芭蜡 什么都出农了 但是都稍微有改善 至少是比一般航口还要好 也让大家对这些农业 不会有很多的失望 其实可以透过很多管道 我们可以做一些改善 请问你现在在种什么菜 白花菜 阿嬷在芭蜡园的旁边 种了一些尝试的菜 博阳就像是玩游戏一样 边玩边替菜叶浇水施肥 顶得烈日虽然很辛苦 不过只要能够和阿嬷在一起 博阳就觉得很开心了 从那边那边用过来 你的肥料要用在这里 这个头 这头 长的头要用在这边 因为待在家里很无聊 去芭蜡园 阿嬷可以陪我聊天 其实那是玩的一部分 阿嬷这里有种虫的尸体 不必啦 你就好了 你就很厉害了 阿嬷你觉得她很厉害 对 我叫什么她就会去用 我就跟她说 夸着说 好棒 好厉害 回家了 太热了 回家了 将近中午的时间 阿嬷和柏阳结束了农地的工作 两个人准备回家一起煮饭了 来 帮你 没关系 你还要帮忙做什么 她用油 用油 炒这两个菜 哦 他也是会来帮忙 无聊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帮你的 他很小的时候就会帮 可是小朋友坐不久 一下子就飘飘就看电视 就是我们两个人 有时候他就看我们两个药区来吃 他就说我帮忙 他就来动 那时候他会帮忙什么 就帮忙这样炒 我都用好 所以他就帮忙 佛杨平常在善导书院就会学习做菜 因此回到家 他也会主动帮阿嬷炒菜 难得假日才能聚在一起吃饭 所以今天的菜特别丰盛 好 阿嬷煮的菜怎么样啊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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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自己都觉得好吃 真的很好吃哦 应该吃啊 我有话要说阿嬷说感谢的话 谢谢你的多年养育感恩 谢谢阿嬷您不慈辛劳的照顾我 养育我虽然有时候不乖 但是您都会原谅我 我看到您的慈祥的脸 为了我多了好多好多的皱纹 我很捨不得 希望我赶快长大 有能力可以照顾您 阿嬷我希望您长命百岁 太好了 有书院的客服班啊 帮忙照顾博洋的功课 阿嬷就可以放心了呢 所以阿嬷对书院非常的感恩 像前阵子书院搬家的时候 阿嬷还特别开小货车跑去帮忙 老师非常的感动 不过就像阿嬷说的 真是可爱的阿嬷 而且听说 现在阿嬷的芭蜡要收成了 看起来好好吃 让爸爸赶快来跟他订购 小朋友如果 你跟爸爸妈妈也喜欢吃芭蜡 也可以跟阿嬷订购 好了今天顾到这边结束了 这些蔬菜 我得赶快带回家吃咯 给赵妈妈煮 拜拜 欢迎 热一弯弯微笑月光 安安静静呵护我回家 谢谢你的守望 让我把一切看清楚 就算寒风呼呼 也变成温暖旅途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